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请你二照小堂自报式夜店咖,被朝偶像诗格回应若出错,曾承认整容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为了吗? 初右边关注我们,每天给您送上最新出炉的娱乐应和大餐,青春有你二作为一档标榜,重新定义女团的选秀节目,一直到女团的酒,出道, 最火的都不是实力派选手,而是堪比幼儿园老师朗诵的F,情史丰富的嫂子,以及黑料不断的小胎妹们,俗话说得好,树大招风,走红之后随着人气逐渐变高,为九成员的一言一行,也暴露在公众目光下,最近,突然有网友站出来,誓则成员之一赵小堂的退心发言,指其自曝自己是一个夜店咖,引起不小的讨论, 6月26日晚,有网友发帖表示,那九成员有人在发疯,自曝自己是一个夜店咖,并且还晒出了一系列发言,将矛头直指当事人赵小堂,据悉,这位名叫风雨雷电锤的博主,正是赵小堂的小号,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梗直的发言, 他在昨日晚上有感而发,表示,自己还是挺喜欢喝酒的,如果能蹦一蹦人生的痛苦,在当下就都忘记了,随后,可能说得不尽兴,赵小堂还在评论直言称, 如果有一天粉丝,看到一个人在酒吧宿面朝天,穿着大裤衩蹦像一个傻子,那一定就是他,言语间都是轻松快乐, 此言论一出,网友纷纷争议不断,略为赵小堂作为一个偶像明星,这样说话有些不妥, 请不说喝酒,蹦迪不是主流倡导的行为,他作为偶像不仅仅是单纯分享自己,还要注意自己引导粉丝的义务, 他的此番言论恐对低龄粉丝影响不太好,就在舆论不断发酵,被炒偶像失格之后, 赵小堂可能意识到,自己话语偏激,将其中一条言论删除,又出面发文称,为成年不许喝酒,这才渐渐平息了争论,不过细心的网友发现, 赵小堂喝酒的喝字情急之下还打错了,这又引来了新的潮点,据悉,作为不定义女团成员之一, 赵小堂放飞自我的行为不止一次,早在节目播出期间,性格泼辣的赵小堂面对提问, 不仅在镜头前大方承认自己整容打针的事实,还将矛头咫尺于六千的众人,称哪个一人不微调, 一边说着还翻了一个白眼,面对如此大胆霸气的言论,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惊出一身冷汗, 除此之外,在节目附加的综艺里,赵小堂也报纸出在镜头面前说脏话,结果被消音了, 性格实在太拽了,除了性格特点以外,赵小堂也凭借和热门选手于舒心的CP, 大于海棠,热度不减,看来这年头,小白花形象的女偶像已经见怪不坏了, 偶尔来一位性格泼辣的女汉子,也不失为娱乐圈注入新的血液, 你们觉得赵小堂作为一个女爱豆这些言论合适吗? 请赵小堂景,景发言被吵景,景放飞自我景, 作者,例子,则编,樱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